詞曲 李宗盛 我覺得因為我一直在找一個 到底我們的身體是受什麼樣的影響 而構成那樣子的姿態 所以這幾年從身體出發到現在在做的創作 一直不斷在問自己說 從舞者到一個創作者的角色 我的身體到底受了什麼樣的影響跟改變 那一直在找舞蹈語言 跟我影響之間的那個關係是什麼 對 所以好像還不是很清楚說 那個語彙是一個什麼東西 而是在找好像屬於我們這個環境 所擁有的一個身體姿態 我們可以知道在台灣的劇場 或是說那個環境並不是這麼這麼這麼的完整 對 所以有多少人知道舞蹈這件事情 我說真的其實不是這麼的多 但當然有一部分人在關注它 從雲門開始一個很長的時間 但是所以剛剛的問題 但我有點 呃 它是一個比較 可能有點翻大的問題 對 對 所以但是對我來說 對我來說那個找身體這件事情 就我不太能說 我其實已經找到了一個好像屬於我的語言 可是的確這幾年不斷的再去 去提問自己這個問題 在08年結束之後 我09年出去住村 就是去了紐約 巴黎 丹麥 東京 就是一路這樣跑 那出去的那個一個原因 就是去尋找這個答案 就是 到底我身上 或是說 我跟舞者 我跟我合作過的 這些台灣的舞團 到底我們在找的一個東西是什麼 那 當你一出去的時候 你就開始 出去之前 其實你在問自己 那些影響我的事情是什麼 其實跟當代藝術一樣 就是那個西方文化 然後 呃 我們所接受的藝術教育 然後那些東西好像 乍看之下 或是實際上 它其實都是很多外來的文化 所以很 很mixed 在我們的 藝術教育裡面 有點嚴肅 但實際上它是真的 就是它就一直在我們的身體裡面 從 從巴雷 從現在 那要出去其實就在找一個 那我的身體為什麼會這樣子 到底我們跳舞有一個什麼樣的慣性 在動 就跟我們生活的習慣其實是一樣的 然後這些習慣是 譬如說這些建築 這些空間 然後有了這些設施 你會被這些東西造成產生一個習慣 我們的身體 我們在舞蹈 也是 不斷的 建構某種習慣 所以那個階段性 出去的那一年半 其實就是 一直在 被提問 然後你也在問自己這個問題 所以回來之後 從身體出發那個讀舞之後 我又在做了一個讀舞 其實 就是在找這個身體語言 頻道 吧 我又在做什麼 做 amen 我喜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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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